回到國內看到是新竹 東大陸正義輪胎行二兒子 這陳彥祥上個月十五號涉嫌惡意縱火 造成八名家庭成員葬身火箍 他在家戶病房觀察二十八天之後身體康復 警方立刻展開筆錄調查 他也初步坦承有縱火 而警方的訓後依殺人縱火罪 將他移送法辦 檢察官認為他有串陣逃亡之餘 向法院申請羈押獲捲 新竹上個月十五號晚上 發生害人火警 縱火犯陳彥祥 親手燒死至親 一家三代十一口 有八人死亡 曾經的家遭疫面目全非 當時的火事人就歷歷在目 和樂家庭一夜之間破碎 縱火犯陳彥祥在火在當下 就遭到警方逮捕 但由於身上有百分之二十的面積 遭到燒烫傷 在十三號上午才出院做筆錄 附訓時陳彥祥坦承縱火行為 造成至親八人葬身火箍 遭到法院裁定擠壓 記者綜合報導